位在巴黎黎塞留街 林靖羅浮宮 成立於1680年的法蘭西喜劇院 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劇團 別名又叫做莫莉埃之家 是法王錄音十四 在莫莉埃死後七年頒布照書 由莫莉埃的原班人馬 與馬來劇團柏梁地府劇團合併而成 喜劇院目前擁有包括六十名演員 在內四百名員工 服裝部門常有五萬套戲服 成立至今每年固定 都有莫莉埃的作品上演 今年是否莫莉埃四百歲 週年十五號官方紀念日 當天 法蘭西喜劇院全體演員 在舞臺上 鄭重地搬出了莫莉埃的半身 像 宣告為期一年的紀念活動 正式展開 為君子打頭鎮 無病呻吟 吝嗇鬼 貴人名等殖民作品 將一路從一月演出到七月 莫莉埃擅長以嬉笑怒罵 近似瘋狂的情節 嘲諷挖苦十七世紀貴族社會 腐朽墮落自私虛偽勾心鬥角的面貌 一生留下近三十部作品 對法國的文學 戲劇 舞蹈 乃至於民族性都有極深刻的影響 地位如同法文界的莎士比亞 出生宮廷 室內陳設供應商家庭的莫莉埃 本名是約翰巴迪斯特普克蘭 二十三歲離家 隨著劇團四處巡演 幾乎沒有留下可以追尋 他個人生活的任何記錄 日記 信件 甚至是工作筆記都沒有 喜劇院珍藏的這把莫莉埃劇團舞臺 所使用過的道具椅以及莫莉埃使用過的懷表 就顯得民族珍貴 保存在喜劇院圖書館的這本 《十七世紀演員拉格蘭奇的日記》 更成了了解莫莉埃生平的重要歷史文物 這是一個超級的文章 被寫在莫莉埃劇中的最近莫莉埃 他人的手足 人的信心 莫莉埃在外省巡演的十三年間 經常在法國新南的小鎮佩澤納停留 莫莉埃有人理髮師蓋莉的住家 劇團長期著流表演的客棧 也都以國家級文物的方式保存了下來 吸引許多莫莉埃劇迷造訪 2022這一整年 從巴黎的法蘭西喜劇院 到西南的小鎮佩澤納 年頭到年尾 都將有各式各樣紀念這位法國 大文豪的活動舉行 恭喜新聞往後面編譯